因為有些團體覺得我們宣傳一些共融 或者我們是很有意義、很慈善的表演 變成我們很多時候 都是以一個義工身份去參加這些表演 不是說每次都做義工 總也要一些尊重 文章自十八歲起失明 今年二十五歲仍然在學 他曾經在視障學校讀書 十三歲時在老師鼓勵下接觸打鼓 十幾年來他就算沒有鼓 都可以靠聽音樂練習 每天在家裡苦練 兩年前和朋友組成樂隊 自此每星期都花幾天租房練習 都會當自己坐在鼓前面 便會想一下這裏應該怎樣打 打哪個位置呢 這日他從香港仔的家 山長水縣來到旺角 會合隊友 為即將進行的聖誕演唱默默練 樂隊中就只有識事封手Alex 和女主音阿蘇是健全人士 文章之外 見琴手兼低音結他手的小明 和男主音家明都有弱視 他們自知租房 表演時租車搬樂器 化妝服裝都一手包辦 努力過 但掌聲只是源自觀眾 對他們的同情 主辦單位也不是因為 欣賞樂隊的音樂而邀請他們 我們也有很多音樂上很有思維的人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去參加一個Bench 或者表演 他們都是用了共融 或者是 就是看我們比較特別 我們可能有身體上的殘缺 這樣就拿來一個賣點 其實我那些人經常說 給了一個機會你們演出 我這句話還需要說粗口 我們不是要賣弄一些 共同的東西 我們不是要搏可憐 我們不是要去 就是好像黑肚回來的機會 我們不是要這些東西 做心理輔導員的 息事豐手Alex 任職於文俊的視障學校 和他們演出的時候 也聽過不少 帶有歧視成份的聲音 試穿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 譬如婚禮 有時候 人們可能覺得 我不老了 一次一次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們喜歡音樂 我想如果哪一個地方 可以給我們 可以傳達到 正式訊息的地方 我們就會去的 因為音樂應該是 降落到每一個角落